大家好 我是喜聪 针对我们柔佛州太子爷呢 昨天公开建议呢 要成立这个柔佛民族联盟啦 OK 所以我今天呢 这期视频呢 我要来谈论一下一个细节 OK 大家如果有看回去昨天这个 柔佛太子爷这个节目呢 他在这个节目里面 他所口头上说的话 就是呢 他希望呢 柔佛州内现在所有的政党 不论朝野 包括西盟的所有政党 共政党 新东党 还有承信党 也包括了这个 国盟的政党 有回教党 土团民政党 也包括了国政的政党 也就是马华 武统 还有国大党 全部你交出的名字的政党 只要你在柔佛里面 然后全部合并 变成一个联盟 OK So 就好像沙拉瓦这样 沙拉瓦现在GPS 就是沙拉瓦州内所有的政党 联合在一起 就变成GPS OK So 我说 太子爷他的建议 其实跟我之前的建议 近乎是一模一样的 就只有在一个这个地方有分歧点 OK 因为我之前我所主张的是 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叫做 楼佛民主党 而不是像太子爷所说的是 所有的政党都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联盟 OK So 我个人我是认为 联盟的想法 应该是没有办法自信的 我相信太子爷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也没有想太神 OK So我在这里我补充一下 这个联盟的可行性是很低的 为什么 OK 他说只要在楼佛州内所有的政党 不论朝野 全部合并变成一个联盟 So 我想问你了 行动党跟马华怎样变成一个联盟 然后呢 回教党 谁要跟他联盟 然后 同样道理 行动党呢 也有很多马来政党不愿跟行动党联盟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 大家呢 都互相被绑守绑交 So 大家的牙齿银将神 怎样联盟 这是第一个原因 OK So 就是这些政党之间的牙齿银太神 不可能联盟 然后 还有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呢 你想一下 这些政党啊 他们在楼佛啊 只是全国政党的其中一个分支在楼佛吧 他们只是一个分多多组吧 他们还有一个总多组可能在其他轴 除了马华以外了 差不多全部政党的总多组都在楼佛以外 好 OK So 我比如说 这个 行动党 行动党的总多组 陆兆福 在三美兰 然后呢 他的全国主席 林冠英 在槟城 公正党 公正党 公正党的老大 安华 你可以算他在霹雳轴啦 OK 然后 陈信党的老大 这个 马萨布 应该是在雪兰尔巴 我记得 OK 我们看国盟 国盟 回教党的老大 哈迪阿旺 在金兰丹 还是顶家努 在顶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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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团的老大 慕尤丁 这个真的是在酒后 慕尤丁在楼佛 OK 然后我讲国政 国政 巫统的老大 阿玛在黑 在这个 霹雳轴 老二 这个 马哈萨在深美兰 然后 国大党的老大 他不是国会议员 我不知道要讲讲他在哪里 OK 大家不要讲 马华 马华呢 是唯一例外的 马华的所有家当 都在楼佛 马华三机构 母体 妇女组 跟青年团团长 全部都是在楼佛 那也只是因为 马华死圣 活种在楼佛罢了 不然的话呢 你看马华 他之前的那些总会长呢 很多都是 在其他 走了 OK 你看人家连这个 拉曼大学都溅在霹雳走了 是不是 OK 走 你看 很多这些党主席呢 都没有在楼佛州 也意思说呢 你这个楼佛州的州主席呢 你没有办法代表你的党说话 OK 你还是要被你的全国主席给控制着 不可能 你一个全国政党的州主席 难道 在总部的那个全国主席的话 你不要听吗 是不是 你不可能你听楼佛 不要听那个中央的全国主席的话吗 所以呢 就会造成这样的矛盾 所以呢 这样的联盟其实也是不实际的 OK 所以就这两个原因呢 我其实可以批断了 联盟呢 其实是行不同的 跟沙拉瓦不一样 为什么 沙拉瓦虽然也是几个不同的政党的联盟 但是 人家全部都是沙拉瓦境内的本土政党 没有出州的 没有跨州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所谈的那些政党全部都是跨州的 所以你明白他分辨吗 所以在楼佛州呢 楼佛民主联盟呢 其实是行不同的 没有办法用一个联盟的性质 OK 然后还有一个第三点 就是呢 就算呢 我刚才前面讲的两个问题都可以克服了 也就是呢 这个朝野政党之间的牙齿印啊 可以被消灭掉了 然后呢 这个全国主席也可以 不管你这个州主席啦 你州主席爱怎样就怎样了 就算这两个问题可以克服了 还有第三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克服 就是 马来人不喜欢行动党 华人不喜欢回教党 你硬硬要把他们摆在一起的话 我们楼佛人会表示 倒不如我们直接成立一个新党 我们把这个行动党跟回教党的历史包袱 一次过丢到弯弯 不是更加方便更加直接了当是不是 OK 这是第三个原因 所以呢 综合这三个原因呢 我告诉你 其实呢 楼佛民族联盟 我觉得是不可行的 所以呢 楼佛民族必须要创立新党 一个全新的政党 一个全新代表楼佛的政党 然后呢 不要失任何现有政党的这个 新平旧旧 OK 总之就是不要失任何政党的新平旧旧 是一个全新的政党 全新完完全全代表柔佛的政党 一次过呢 把所有那种回教党行动党的历史包袱给丢到弯弯 还有巫统也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包袱给丢到弯弯 全部从头开始 所以呢 楼佛民族只可以创立新党 不可以建立联盟 我相信我们的太子爷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并没有想到很深入 可能他只是认为 所有现有的政党全部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往更深一层去想的话 你会发现到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行不同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半岛的政党全部赶出楼佛 然后自己成立一个新的楼佛民主党 ok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